善与不善呢 孟子讲得最清楚 而君子和小人 就是用心的不同 君子的心呢 就是人 还有理 内人 外理 内心呢 常常有爱人之心 我们一般人 不要说爱人 连自己的父母都爱不下去 兄弟姐妹也爱不下去 说爱别人只是一句话而已 空话一句 有的人真的是 修行多年 爱心很稀薄 爱心很稀薄 不是没有爱心 很容易就 受到一点点挫折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 现在甚至父母亲都很容易对子女放弃爱心 更不要说对其他的人 夫妻之间那更不要说 爱着你死我活 最后就是你死我活 你非死不可 这是不善之心 还有什么 礼 敬人之心 对人的一种尊重 我们人很不容易去尊敬别人 不尊重别人 为什么不尊重别人 太过自我 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只在乎自己的感觉 这个就叫不善之心 你如果修了一辈子 觉得自己 行功利得 财师法师 无畏师做了很多 布师做了很多 但是如果常怀不善之心 念佛往生难道 就算念佛 要往生 很困难 很难到达 频率不对 净土怎么会有这种心 这种不爱人不敬人 哪一尊菩萨是这样子的 那边跟你频率对不上 没办法 所以就会往下攻伏 好像你用火去烧石头一样 是烧不着的 念佛当然可以往生 就像火 当然可以点着木材 但是你要点木材 你要点石头是点不着的 所以木材就是要善良的心 所以修行最重要还是要善良的心 而不是说你做了多少事情 你捐了多少钱 甚至你多了多少人 关键就是 你有没有善良的心 而善良的心 不是自以为善良 我们一般人都认为 自己奉公守法 循规道举 不作奸犯科就算善良 那是你自己的标准 圣人对于所谓的善良之心 是有一个起码的标准 也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就是要有爱敬之心 这个没有能力的问题 这个没有能力的问题 只有意愿的问题 一般人是 问题是出在他不愿意 是没有能力 反掌折之 没有那么困难 爱人又不是说我一定要救你 要帮助你脱离困难 我对你关心尊敬 这个都做得到的 就一个乞丐你都做得到 对不对 当然你说他生了重病 我要把他治到好 那个当然是 每个人有他的能力问题 或是他很穷 我要让他脱离贫困 那很困难 但是爱敬 这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这是一个很大 很重要的基础 尤其是我们道琴 绝对不要说 修道修了一辈子 给人的感觉就是 无情 无礼 没有礼貌 没有感情 没有礼貌 然后自认为自己修行很好 这个就是失败了 这就要修道失败 不管你佛念的多少 经念的多少 都会讲课 都会度人 算是失败 要众生接触到 你感觉到这个很有爱情 而且很有礼貌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自己家里面的人 也要有这种绝授才行 像后学那边有一位道琴 他妈妈是很虔诚的佛教徒 后来终于来求道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他女儿改变 他女儿以前脾气很坏 对母亲呢 一点耐性都没有 以前都玩吵 一开口就是用吵的 从修道以后呢 对母亲会关心 越来越孝顺 然后呢 也懂得尊重人 让他的母亲到他家来 都有一种收到尊重的感觉 所以他就 观念就转变 然后他就问他的师傅 说 我女儿求道以后改变很大 我可不可以去求道 他师傅跟他讲 问他说是什么 求什么道 他说一罐多 他那个出家的师傅 他说一罐多 没赢的 十对没赢的 一定没赢的 最后他还是来求道 所以今天我要劝告 善知识们 今天你要到达净土 最重要的倒不是念佛 最重要的是要除去你的十恶 贪嗔痴 杀到瘾 两舌恶口 妄语 其语 这个时候你就走了十万里了 就走了十万里了 再除八邪 除去八种邪见 八种邪见就是执着 有有无 这个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长啊 断啊 我们讲生灭断长 依亦气来 这叫做八邪 八种邪见 有生有灭 有断有长 有依有义 有一样的 有不同的 还有这个有去有来 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不生不灭 不断不长 它不是断灭的 它也不是恒常的 既然不是断灭就不是恒常 常的话会落入什么 受者相 会落入受者相 反正你执着明相 不管执着什么 落了明落了相 道就是什么 所以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你只要讲佛是什么 道是什么 他就是这样 他不是那样 佛没有是这样 不是那样 佛是这样 不是那样 就叫恶法 是不是 佛是不恶之法 所以为什么孔老夫子从来不讨论心性就是这样 因为你讨论心性就说 这样是心性 那样不是心性 那就变成恶法 佛性是不恶之法 所以这叫八邪 我们人就很容易 掉到这个八邪里面去 所以后厨八邪乃过八千 十万八千里 十念 这个十二八邪一去呢 立刻就到了 你就在净土了 那么要做什么呢 你念不要念十二也不要念八千 一般的念头都在念这些十二八千 念念就是贪啊 要不然就是生气啊 要不然就愚痴啊 要不然就想我要说些什么不该说的话 或者我要做些什么不该做的事 当然你会认为自己是该做的 要不然就是去思维这些 错误的一种哲理 生灭断肠一意取来 我们讲我们不会去思维 会啊 我们时常会掉到这里面去的 我们很在乎生 什么东西要让它诞生 很害怕灭 很害怕消灭 事实上是没有生和灭 那是一种假象 不好的东西我们希望它断灭 消失掉叫做断 斩断掉 好的东西我们希望它 亘古长存 这叫断与长 这都是我们的执着啊 那有这种执着呢 就错了 有这种执着 你就不会如愿的 不如愿心就挂爱 挂爱就挂爱在这 人心挂爱就是有愿望 有愿望又不能如愿 就会有所挂爱 然后有去有来 我要往哪里去 我从哪里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执着 所以说啊念念不要掉到这些十二八邪里面 念念啊 只要不放在十二八邪 自然都是见到本性 念念见性 念念见性 念念都见到本性 总之你了解自己执着什么 你就放什么 你的心自然就不理本性 我们人一定要了解自己执着些什么 不要连自己执着什么都不晓得 你十二八邪不见得通通都有 但是那里面一定有几条是你特别执着的 是你紧抓着不放的东西 我在乎的 一定要了解自己眼前现在最执着什么 然后我放下来以后 因为我才发现我还有执着什么 第一个截打开以后 再打第二个截 再打第三个截 慢慢打开 不要被自己的执着的东西给控制住 我最担忧的就是我的婚姻 好 我能不能不去担忧它 我最担忧的是我的经济 我能不能不去担忧它 我最担心担忧的是我的身体健康 或者我的小孩子 你担忧是白担忧的 是不是 那担忧没有用的 我们太有经验了 别的没有经验 担忧的经验很有 担心的经验是很有的 担心 担心了半天对事情有帮助吗 没有嘛 就赔偿自己而已 见不到真理 见不到本性 见不到光明 见到的就是你担忧的那个点 那个点就是一个不确定 会让你担忧它本身就是无常 不确定 我的老公 我的老婆 都不确定 都是不确定的 我的小孩 有哪一样东西是确定的 它的背后都是整个世界 都是无常 你看起来它像是单独的 事实上一级一切 每一个个体的后面都是整体 甚至你说佛堂在这里 每天都在转动 是不是 转动很大的 地球每天都会转一圈 要了解 是不是 自转 每天都要转一圈 南原北侧 什么叫南原北侧 它转一圈你已经到另外一边了 这好像坐那个摩天轮 有没有坐过摩天轮 对不对 上面和下面是不是差很多 那我们感觉得到 你在地球早上和晚上已经转了一圈 从南极到北极 相反的 你已经到了一个相反的地方 所以明明不会动的东西 都是在无常变动之中 何况是本来就动来动去 所以你去担忧就是白担忧 所以问清楚自己担忧点在哪里 在乎的东西在哪里 然后明明白白的告诉自己 那些担忧啊 那些紧张啊 都是徒劳心力 徒劳无功 这样子你才能够念念见性 才能够念念 要不然你念念都在担忧 念念都在追求 念念都在算计 念念都在自以为是 所以为什么人会老掉 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忧求敏干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担忧出来 就是把心放在十二八协 担忧出来 所以念念见性 才能够常行平直 见性之人呢 日常生活 所行都是平等正直 平等 心都是平等 行为都是正直的 平等才能够正直的 一般人心就不平等 就是有德思心就不平等 看不到德宗 德即是师 师即是德 有成败之心 看不到成即是败 败即是成 所以其心不平等 有你我心 看不到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看不到一就是意 意就是一 对不对 只有看到意 看不到一 只有看到这个人 看不到这个人后面的一切 所以就心就不平等 心不平等了 对你心已经不平等了 已经分出来好坏了 对不对 亲疏远近分出来了 那分出来以后呢 怎么样去取舍 这个心呢 心机就出来 就不止了 心就不止了 就就弯弯飘飘啊 说话啦 态度啦 都变得变得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不坦率 就很多的机关算计在里面 很多自以为是的衡量在里面 所以不平 则不止 如果呢 念念见性 而不是念 见这些十二八邪的话 那 常行平止 道如弹子 便堵弥陀 那一弹子之间 就看到阿弥陀佛 看到什么 不是看到阿弥陀佛长什么样子 阿弥陀佛没有长相的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 转轮胜亡即是如来 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 无量功德 你见到阿弥陀佛 就是活在阿弥陀佛的里面 阿弥陀佛在我的里面 我在阿弥陀佛的里面 这叫合同 而不是他是一个对象 那你看得到摸得到 所以说你念念见性 常行平止 你就怎么样 魂喊长生不老天 长生不老天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整个世界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 就像基督教说的 上帝就是这个世界 世界就是这个上帝 不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 然后世界在这里 上帝在那里 不是 使君但行十善 何须更愿往生 使君你如果能够行十善 你就在这里行十善 你不贪 你就近了一万里 你不撑 你就又走近一万里 所以何需要去往生呢 你就在这里 告诉自己不要贪心 不要生气 不要愚痴 不要讲是非 那天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 讲说日本人对欧巴桑的定义 我们知道日本人都叫妇女叫欧巴桑 欧巴桑的定义有四条 第一条是一上车就打瞌睡 就跳了 第二条是很喜欢打听人家的是非 第三条是穿金带瘾 穿金带瘾 第四条我忘记了 我发现现在不只是欧巴桑 所有人都这个样 连男生都变欧巴桑 所以呢 诞行实战 实实在在的 我们一般人修行不喜欢面对自己的食恶 不喜欢面对自己的食恶 杀到淫贪真吃 妄语恶口 说话很难听 骂人出口骂人 撒谎 挑拨是非 或是说一些有的没的 所谓其语 现在人就喜欢讲一些 讲一些那种有颜色的话 觉得这样子比较有趣 以此为乐 却不晓得这样子我们就离佛世界越来越远 就实实在在 这些事情要不要做而已 我们生下来也不会的 对不对 也不会做这些事情 你就知道这个不好 不要认为说都是这样子 我活着 做人就是这样子嘛 人就是会生气就是贪心啊 那么就是 对不对 就是贪吃啊 耗淫啊 就是这些嘛 不然要我们嗜好什么 那就大错特错 那不是与生俱来的 人生下来 像婴儿就是活下去而已 他就很快乐 他只要生存没问题 他就很快乐 生命的本相是这样 我们只要能够活下去就好 其他的那些 跟人家比上比大比小比多比 像最近那个LV的皮包特别卖的特别好 我就不晓得那个 我就觉得那个皮包难看的不得了 不晓得有什么好看的 很奇怪 那这是一种感觉的问题 这种比较的问题 一种虚荣的问题 是不是 有什么好看的 你带着那个皮包你提心吊胆啊 那种机车啊 我这块土地庄严清净是骗我们的吗 没有这回事 不断十恶之心 何佛即来引起 如果你不断十恶之心 就是不肯断十恶 面对自己的十恶 承认自己有十恶 十恶不难断 只是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而已 我们宁可读很多的书 读书多难啊 经典去研究多难啊 但是有那种成就感 觉得我懂得比别人多 现在人就是这样 喜欢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钱比别人多 第二个我知识比别人多 就是这两点 甚至修行也很喜欢走这两个路线 修道看是不是上天可以让我更有钱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让我知识越来越丰富 我人很多 你什么都不懂 很喜欢训人 在道场里面学一点道理 赶快去教训别人 爱说道理 爱叹钱爱说道理 一般人就是这样 事实上修行很实实在在 你就要用三宝用佛堂 你没有力量没有关系 你要请如意乐祖师妙法无边 富弊众生做什么 忏悔佛前改过自行 不是让你有钱有知识 要改过自行 要忏悔 忏悔什么 我没有错 怎么没有错 你们有十恶吗 一定有的 所以说不断十恶之心 就在眼前 根本没有生死这回事 生来死去我就在眼前做梦而已 幻觉生死都是幻觉 突然间这个幻觉消失了 你就会发现西方只在眼前 无声顿乏 当你放下十恶 你不断十恶之心 你说我要去悟我要去悟 没有用的 好像你脚下绑着这个十个千球 然后你一直 然后掉到水里面 你一直 你一直想要浮上水面去呼吸 你浮不上去的 你也是没有错 浮上去就活了 但就浮不上去 你又舍不得那十个千球 是不是 不是千球 金球 千球我们都会舍得 金球 以前我父亲就讲说 他亲眼看到人家坐船 我父亲坐船 到那个什么 到 从上海到台湾来 那有时候船太极 有人掉下去 身上都是黄金 人家说你把黄金丢下 他还会回游泳 可是一直浮不起来 黄金丢掉就可以浮起来 那就是舍不得 定格死也舍不得 同样我们人也很容易这样 我把我十恶去掉 我人生还有什么趣味 所以要把那个舍掉 舍掉的话 你才能够顿悟 很多人说 三宝用得很勤 扣手也快乐很勤 然后到场 什么班都参加 就是没办法悟 因为不断舍耳之心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不断舍耳之心 太重视世间的名利 太重视 名利恩爱 太重视 世间的名利恩爱 很难舍 自己的习惯 自己的欲望 不承认是错的 也不愿意尝试去舍 不愿意 做惯喜 我一定要这样活下去 要这样过日子过下去 对于自己饮食的习惯 生活的习惯 简单的说就是各种欲望 就是没有办法放 说话的习惯 做人的习惯 没有办法 就是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 忏悔佛前 你只要肯忏悔 弥勒祖师妙法无边 你很容易的 我们机会到 我们有弥勒祖师来护持我们 我们要忏悔 要改过是很容易的 只是你愿不愿意改过 我发现很多人 真的是不愿意改过 第一个不知道自己有过 第二个不愿意改 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大方向就错了 人生的大方向就抓错了 大方向抓什么呢 抓的就是要求福报 简单的说 这就是贪 大方向就抓错了 就要求福报 不求见性 没有自求见性 唯求做福 没有人要做圣人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 富贵双全 这就是第一个 十恶里边的第一恶 叫做贪 就活得下去就应该很满足 永远不满足 这叫贪 不承认是错的 修行也希望能够增加这个部分 那告诉大家 念佛求生路遥如何能达 如何能够到达 没办法到达 会能与诸人移西方 于刹那间目前变见 各愿见佛 他说我会能呢 把西方极乐世界啊 在刹那之间啊 移到你们的眼前 让你们看到 大家愿意见到吗 请问大家愿意见到吗 西方极乐世界就移到这里了 当然愿意见 问题是呢 保证你失望就是了 极望极乐世界原来是这样子 空口说白话 众界顶里云 若此处见 何须更愿往生 愿和尚慈悲 变现西方普令得见 思云 大众 世人 至设身 是成 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 有大成 大成事 是一个大成事 那这个大成事呢 是诸佛菩萨以 无量神通 无量悲怨 无量大智慧 然后呢成就出来 那这个大成事在哪里呢 至设身是成 就你这个身体 就是弥勒佛国的成啊 成事 就是这个大成 他不只是弥勒佛国啊 一切佛国都在这里面 这个以前 弥勒祖师 有问过 释迦牟尼佛 在《华严经》里面讲 说 要怎么样修行 可以 少受苦恼 肃正涅槃 少失点苦 然后很快的就可以 正德涅槃 正德不生不灭 进入无极礼天 释迦牟尼佛说啊 有一个法门叫做 慈心三昧 依法修持 可以少受苦恼 肃正涅槃 什么叫慈心三昧呢 就是要看啊 从自己开始看起 自己的肉体 一般修小圣法就是要观身不静 看自己的身体啊 不要光看外表的美貌 要看到里面呢 有白色的骨头 有浓啦 血啦 粪便啦 粪尿啦 鼻涕啦 口水啦 脑髓啦 都是一些恶心的东西 这叫做这个酒不静观 还有白骨观 所以有人修酒以后 他一看到人 他不会看表面 他养成习惯 他一看到你身上都是血啦 浓啦 这再看着 一个白骨在里面 一大堆浓血 鼻涕啦 打小便在身边 转来转去 恶心死了 所以那些 有的出家人修成以后 他根本一点情欲都没有 但是呢 这个弥勒菩萨呢 他所得到教导的修持 刚好相反 要看我们的身体啊 不要光看他的表面 也不要光看他的里面 要看他的实相 他的实相就是 每个人的身体啊 都是微尘所具啊 那个时代是没有科学的 科学还没有那么发达 要原子学 就是原子 一个个的原子 微尘所具 一个个的原子 那现在科学家只有看到原子啊 看到粒子啊 粒子里面更小的一直分析 现在谁只要发现更小的 谁就得诺贝尔奖 那个丁兆宗就是发现一个 接粒子 发现一个小的粒子 叫做接粒子 为什么叫接呢 因为用他的名字丁 来命名 很像接 所以他得到诺贝尔奖 那释迦牟尔奖 他以佛眼 慧眼 天眼 法眼 观照 他知道 每一个粒子啊 每一个所谓的接粒子里面 一一围成 一一佛国 注意啊 不是光 自己的色身是一个佛国 每一个围成都有一个佛世界 都有一个佛世界 纸巾光聚流离应彻 里面所有一切诸佛菩萨 正在说法 正在接引众生 欢腾自在 所有佛国都有七宝池 八功德水 无量功德 这个就是实相 不只是自己色身是这样 别人的色身也是这样 不只是色身如此 动物植物 山河大地 它的基本结构都是佛国 简单说 这个世界都是佛国构造而成 有无量的大佛国 小佛国构造而成 整个宇宙只有一个实相 就是诸佛世界 无量诸佛世界 其他都是你自己做梦 造出来的假象 就像基督教讲的 上帝创造的伊甸园 上帝只有创造伊甸园 注意哦 整部圣经你去看看 他没有创造地狱啊 没有啊 没有讲到他创造地狱啊 没有讲到他创造五着恶事 他只有创造伊甸园 其他都是人自己造出来的 而且不是你有这个能力造 根本就是做噩梦啊 梦幻泡影 幻觉 幻觉 上次后学后学讲到 后学的父亲 神重病的时候 有幻觉现前 我才知道真正是有幻觉 这就是真的看到人啊 就跟我们在一起啊 就在你旁边啊 就清清楚楚看到了 我们人也是一样 只是我们是共同的幻觉 他是个别幻觉 个别幻觉 你就会觉得他怪了 他精神错乱 那我们是所有的人共同幻觉 像狗看到的世界和我们就不同 鬼跟我们也是住在一起啊 释迦摩尼佛说 恶鬼跟我们就在一起 我们看不到他 他看不到我们 因为每个人都 业障不同 幻觉不同 事实上每个人 六道轮回都在这个世界 只有一个世界 就是真如法界 所以呢 六祖会呢 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 就是我们点道的时候 告诉你的 西天虽远请客道 告诉你的 眼前观即是 灯下照辉煌 净土在哪里 辉煌灿烂的净土就在眼前 只是你有没有办法顿悟而已 辉能祖师就明明白白告诉你 明明白白告诉你 自射身就是成 极乐大成就在这里 眼耳鼻舌是门 外有五门内有一门 所以门户在哪里 从哪里入呢 从哪里入门呢 眼耳鼻舌身 所以为什么像释迦牟尼佛啊 他就是叫我们时常要看这个门 要从这个门啊 进入佛世界 因为我们最敏锐的地方啊 就是我们的眼睛 鼻子耳朵 这边的神经特别敏锐 你要在这里呢 去觉 从这里 用眼根反圆 耳根反圆 鼻根反圆 缓闻文字性 所以像释迦牟尼佛 我时常告诉他的弟子啊 没事的时候在那边 第一个 观察自己的呼吸 第二个 观察自己的眼睛 耳朵 鼻子 身体 头 手 脚 那些都是门户哦 都是门户啊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不相干的啊 都是门户 我们一般人都向外去看啊 不晓得门就在这里 六祖慧能就很清楚啊 眼耳鼻舌是门 外有五门 内有义门 五门就是眼耳鼻舌身 里面呢 有义门 义根啊 义根的这个门 会义 会有思想的这个门 那这个义门呢 你就必须用来呢 观察 妙观察之 观察什么 观察那五个门 外面的五个门 所以从这个五门啊 不要像外观 像内观 看回来 一般人 光在想我眼睛要看什么 你有去观察过自己的眼睛吗 耳朵吗 鼻子吗 没有啊 是不是 最重要是这个东西啊 你没有眼睛 你能看到什么 眼睛是不是比你看到的一切都重要 耳朵是不是比你听到的一切都重要 身体 是不是比你穿的所有的美好的衣服都重要 你如果全身90%烧烫伤 给你几百万的衣服 你愿意穿吗 有什么意义呢 是不是 所以最重要是根本 所以叫六根 就是根本 但是我们却不晓得去观 一观你就发现很巧妙 都是通往佛世界的门口 通往佛世界的门口 这样子你就没什么好追求 因为眼前俱在 是不是 一般人就是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所以要向外去追求 向外去追求 大部分人都是见钱掩开 这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 叫你观察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 很快就睡着了 看到钱的话是睡不着的 所以注意门户在哪里 眼耳鼻舌生意 就是门户 他本身就是门户 所以我们讲米勒真经的时候 讲什么 四川交流 对不对 大政四川王桃兮 四川就是眼耳鼻舌 四条河 要留回来 向内看看回来 这样才叫正果 心是地 姓是王 王居心地上 那么这个极乐世界的国王是谁呢 那当然是阿弥陀佛啦 不是哦 就是你的本性 国土呢 就是你的心 国土就是你的心 国王就是你的本性 心是智慧心 般若心 性是光明性 这个世界的国土啊 就是智慧 就是般若 大智慧 不是说哎呀 我们有一个地基啊 有采得到的东西 最实在东西就是智慧 般若为母嘛 大地之母啊 释迦牟尼佛说的 什么是我们的母亲 般若就是我们的母亲 像土地一样 土地是大地之母 土地是万物之母啊 诸佛之母就是般若 所以般若之心 你如果能够呢 知道还本还原的话 你的心当下 就从什么 生死心变成波折心 你就会发现这个心啊 充满了智慧 不是充满知识哦 充满了智慧 充满了智慧 无事不办的智慧 根本不用担忧 有智慧 生来死去 都有办法用智慧去应对 寥寥分明 一点恐惧都没有 很有把握的 一般人就是活着没把握 我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要有钱 我碰到那个事情的时候 我要有人 我碰到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要有健康 我还有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要靠儿子 我老了嘛 我要靠儿子 我要有房子 我要有车子 我没把握啊 事实上那些都 都不可靠啊 你认为要靠的东西 事实上都不可靠啊 哪一样可靠 都不可靠 真正可靠的 不是后天的 先天的 与生俱来的 是什么呢 波者的心 智慧之心 性是王 那么这个本性呢 就是整个国家的王者 他代表就是无限的光明 你有智慧 当然光明啦 我们的智慧 就是带给我们走向光明 真正的智慧是这样的 他不是带给你财富的 如果带给你财富的话 孔子就不会那么穷啦 是不是 他不是带给你寿命的 如果带给你寿命的话 耶稣就不会 这么早就死掉啦 是不是 三十几岁就死掉了 他也不是带给你 多子多孙啦 如果是带给你多子多孙的话 六祖慧能为什么没有子没有孙 是不是 带给你是光明 这是最重要的 带给一切众生光明 我们就是有智慧 随时随地呢 可以脱离黑暗 奔向光明 这就是本性 我们说本性到底是什么 很难理解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得 这是光明 不会陷入黑暗 一般人都陷入黑暗 得到了 但是陷入黑暗 我获得了 我获得钱了 我的心灵陷入黑暗 我获得孩子了 心灵陷入黑暗 获得爱情了 陷入黑暗 获得地位了 陷入黑暗 获得寿命了 陷入黑暗 但是 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就算面对死亡 他还是无限的光明 更不要说是面对别的 死应该什么都黑啦 我们对死亡的感觉 就是黑暗嘛 对不对 鬼也熬去啊 事实上错了 智慧心在的 就算是死亡也是光明 更不要说是别的 而且死亡是最光明的 最光明的 那当然不是死才看到光明 随时随地都看到光明 看到人 见到人性的光明 看到事 看到物 人家的说 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光明 这叫做 灯下照辉煌 辉煌灿烂 这是性 王居于心地上 这个光明的本性 光明的大王 帝王 就住在智慧的心地之上 性在 王在 性去王 所以灵性在的 这个君王就在的 这个佛世界就在的 灵性不在的话 这个君王就不在了 所以性在身心存 性去身心坏 所以性在的时候呢 身体在的 心也在的 身心去在 身 是极乐世界 注意哦 这个是六祖会能讲的 设身是成 身就是极乐世界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这个身体 是个苦恼的东西 然后不要给他得到欲望才可以快乐 我们一般人就是这种错觉 真的是错觉 我们身体呢 一定要吃到自己爱吃的才会快乐 摸到自己爱摸的 住在自己爱住的房子里 接近到自己所爱的人 才会快乐 大错特错 身体本身就是个极乐世界 有多少佛菩萨都在里面 本身就是个极乐世界 你要去观察它 要直接去享乐 享受它的快乐 不用向外追求 当你无所求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无求乃乐 所以说呢 身就是极乐世界 心呢 就是智慧 我们用我们的智慧心 在极乐世界里面 享受无量的光明 这就是整个生命的实相 性在身心存 兴趣身心坏 那今天灵性还在这里的时候 所以像我们活着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把你的本性守护住 你的本性一旦离开了 兴趣身心坏 身心俱坏 智慧也没有了 活着世界有崩掉 关键就在什么 你有没有守护住你的灵性 当然性应该是不会去的 性 如来本性 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无来无去 无去亦无来 所以才叫如来 可是呢 你可以让它去啊 你可以让它在 你也可以让它去啊 好像太阳在那里 你可以让它照不到啊 为什么 你可以乌云遮日 是不是 虽在游去啊 这叫虽在游去 所以我们就怕你有 十恶之心 有不善之心 你如果有不善之心的话呢 性 虽在游去 身心俱坏 你的身体带给你的就是疾病 衰老 你的心灵带给你就是什么 苦恼 就是这样 它没有智慧 只有黑暗和苦恼 所以这要身心俱坏 为什么 因为性不在 灵性不在 六神无主了 六神无主了 所以性要在 性要怎么在呢 要长全十善之心 所以佛像性中做 莫像身外求 所以佛在哪里做呢 就在本性里面做 本性就是光明 你要让你的心性呢 维持它的光明 像太阳维持光明一样 不要让这种 色受想行事贪嗔痴 这些乌云呢 把我们的佛性 太阳 这一点真太阳给遮蔽住 我们传道就是 波云见日 一点真太阳 名师指点就是让这一点太阳出来 性在 身心存 这个身心存不是一般的说我活着 它是极乐世界在的 波云心也在的 智慧心也在的 你活在智慧的土地上 建立什么 欢乐的层次 这是生命的极致啊 所以自信你即是众生 自信觉即是佛 所以性要怎么在 就是觉 性要怎么去 就是迷 事实上 性 就是一切的一切 真如本性 就是一切的一切 你的本性和我的本性 不依不义 我们刚才讲依义 不依不义 你说是依 那为什么佛觉 我不觉 你说是义 佛的如来妙性 跟我的如来妙性 没有距离的 没有距离的 无恶无别 它是不恶的 如果是义的话呢 它就没办法以心应心了 跟我没有关系嘛 好像水才可以跟水在一起 火才可以跟火在一起 所以它叫不依不义 你不要用依和义去定义它 义和相者即是不可说 不要去说它 不要去形容它 总之呢 自信迷了就是众生 自信觉了就是佛 就是要觉自己的本性 要觉就要觉这个本性 本性就是无量的光明 那无量的光明要怎么去觉呢 智慧心 要长存智慧之心 要怎么长存智慧之心呢 要看到自己的色身是极乐世界 不要再去求了 怎么样进入这个 我怎么去享受呢 看你的眼睛耳朵鼻子嘴巴 去感受一下 去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从这边进入佛世界 进入极乐世界 不要整天想向外看些什么 向外听些什么 向外摸一些什么 向外获得些什么 拥有些什么 那都是错误的 慈悲即是观音 喜舍名为世智 我们说极乐世界里面有 观音菩萨 还有大世智菩萨 在哪里呢 你的慈悲心 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的欢喜心 施舍心 就是大世智菩萨 所以阿弥陀佛是无量的光明 然后呢 大慈大悲就是观音 欢喜施舍 就叫世智 能静即世家 平子即弥陀 平等正直就是阿弥陀佛 能静 能够清静六根 就是世家 什么叫清静六根 六根本身就是佛门 哪需要向外去找门 一般人一天到晚 用你的六根向外去找门路 找门路 找幸福快乐的门路 幸福快乐的门路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去感觉到你的眼睛 不是照镜子 感觉到你的眼睛 当你感觉到你的眼睛的时候 感觉到你的耳朵 感觉到我眼睛 能见 我的耳朵能听 我的鼻子能闻 这叫能闻之信 能闻之眼 能闻之耳 能见之眼 能嗅之鼻 去感觉到 然后用心的去体会 你就会发现 那种喜乐暗自而生 自有法喜暗自生 由淡淡的喜悦 自在 安然 清静 然后慢慢的进入极乐世界 所以能静即释迦 清静你的六根 不是说我六根已经污染 六根是不会被污染 你不要向外 你立刻就脱底污染 很简单 你不娶不舍 当下就是清静 所谓见性成佛 就是于一切法 不娶不舍 不要整天掉入这个 我要得到这个 我不要那个 我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就是以每个人内心 一天到晚的呼喊声 我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等你开始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已经见不到本性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这个 我一定不要那个 因为我要这个可以得到快乐 因为我 我不要那个 因为那个东西会带给我痛苦 你把你的快乐和痛苦都建立在外在 外在的一切 没这回事 根本不要管那些东西 直接去察觉到 我生命的一切 上帝赐给我的余生俱来这一切 这一切 最敏锐的地方在眼耳鼻舌身 每一个细胞 身就是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皮肤的每一个表面 甚至里面 你会感觉到心跳的声音 呼吸的流动 这就是呢 进入极乐世界的节奏 敲的鼓 心跳就是鼓 碰碰碰碰 碰的这个节拍 就走入极乐世界 我们首先会觉察到的是什么 就是慈悲 就是慈悲 当你的心平静下 也不再向外追求 不再逃避 不再追求 人的一生就是在逃避和追求 逃避你认为的不好 追求你认为的好 不再逃避 不再追求的时候呢 你就会第一个发现自己的慈悲出来 一般人不喜欢自己 有慈悲心 因为慈悲心有什么好 慈悲心就表示要去帮助人 希望别人对自己慈悲 但是你喜欢慈悲的人嘛 当然喜欢 你为什么要来信佛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相信佛是慈悲 我们说佛祖祖鼻啊 老婆娘祖鼻啊 我们都喜欢说老婆娘祖鼻啊 我们有说老婆娘智慧啊 有没有说老母娘这个正直啊 那个不重要 重要是足鼻啊 要足鼻 一顶爱足鼻啊 所以你第一个人会察觉慈悲心出来 对人对事对物不再以利害心 放在第一关 一般人都是利害心在前面 再来得失心 再来就是 这个爱恨之心 所以慈悲心出来 这时候呢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什么 千百亿化身 千手千眼 其中的一个 能够慈悲就会欢喜 就能舍 我没有能力帮助你 但是我有能力去施舍 我能舍得出来的 我就舍得出来 不失我的时间 不失我的言语 不失我的知识 不失我的财户 不管不失什么 我很喜欢做这个事 我很喜欢做这个事 欢喜 最重要是要布施欢喜 我要带给别人快乐 不是带给别人苦恼 心肠欢喜的人 才会布施欢喜 你心里就不开心了 你怎么去布施 不开心的人很难布施的 那要怎么欢喜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慈悲 没有爱心的人是不会快乐的 是不会快乐的 就是慈悲 所以 自信觉 这是很重要的 你要觉悟你的本性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怎么觉我们刚才讲的 一门一门进入 先要相信 极乐世界在这里 从这个门进入 你就那种光明的感觉受出来以后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慈悲 爱心出来 爱心出来 你会为众生 你会看得到众生的优点 然后会同情他们的痛苦 这样 有慈悲才有欢喜 有欢喜才能施舍 这时候你就是 大悲观世音 喜舍大师之 然后才可以彻底的洁净六根 成为释迦牟尼佛 再来才能够平等正直 这要弥陀